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哇 好有意境的情声啊 欢迎来到黎明拿卡喜 我是永波 听了刚才这段音乐 我感觉自己 好像来到一座森林 空气当中充满着分多金 一整天的疲劳 都释放了 我是达姆 我的话 感觉像是坐在草原上 沐浴着月光 让微风带走我平日的忧愁 我是嘎嘎 我的感觉像是辽阔的大海 有一只鲸鱼 缓慢地在海中游泳 抬头看 就会发现阳光穿透海面 为水下的生物带来了温暖 晚安 我是卡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 她的主角就是一位 对音乐充满想象力的少年 总是能够弹出不可思议的音乐 感动众人 请听来自动画电影 秦之森原生代的 Piano No Moris Theme 没错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 请问我可以回复正常了吗 请回复 正常了 好鸣好累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作品 就是由漫画家 一色真人所创作 描述一位钢琴少年的 成长故事的秦之森 这部作品的名称 真的是充满了诗意 是吧 钢琴的森林 不过照这个名称看起来 难道是真的有一部钢琴 在森林里面吗 虽然有一点超现实 但是在故事当中 是真的有一部钢琴 在森林里头 秦之森的故事 就是从这一座森林里的钢琴 开始发展的 有一位知名钢琴家的儿子 本身也正在学习 钢琴的羽工修萍 因缘际会之下 在学校认识了一位穿着土器 常被搬上恶霸找麻烦的同学 易志赖海 有一天 这个阿海向修萍 声称森林里面有一部 他自己的钢琴 一开始修萍也跟勇博一样 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森林里面有钢琴 但是当他来到森林 亲眼看到那一家钢琴 并且听到阿海的演奏 整个人都惊呆了 来自贫穷人家的阿海 竟然可以弹的这样一首好琴 原来来自贫穷单亲家庭的阿海 从小就在森林钢琴的陪伴之下长大 而且正因为没有受过正规训练 所以反而可以完全发挥 他的想象力来弹奏钢琴 也培养了绝佳的听力跟记忆力 而这部钢琴 其实有着一段伤心的故事哦 他是被二十年前的一位 天才钢琴家 阿自也壮戒所舍弃的琴 二十年前 出于演奏生涯最高峰的阿自也 在意外中伤到了左手 再也没有办法精巧的弹奏 悲愤之下就舍弃了这部钢琴 于是他就辗转被丢弃在这个森林里了 从悲伤走出来的阿自也 多年后他又对这部钢琴产生了眷恋 所以开始到处去寻找他的钢琴 最后啊终于在这座小镇旁边里面的森林 找到了他的钢琴 于是他就在这个镇上落脚 在镇上的小学里面当音乐老师教音乐课 也因此得知了阿海他的音乐天分 想要协助他用自己的力量飞出去 不要再被困在平民街区里面 秦之森就是在讲述阿海如何在阿自也的陪伴下 一步一步成为优秀的钢琴家 以及阿海和身边的亲人 老师朋友还有比赛对手们一路扶持 还有冲撞以及互相谅解一起成长的故事 是一个情感争执的故事 感动了全世界非常多的读者 听说我们的李明也有人看漫画看到哭了是吧 没错 奇怪了 这又不是虐心漫画 你哭怎么哭啊 虐心漫画我才不会哭好不好 我的罐状动脉这么坚强 感人漫画我才哭 虽然秦之森的虐点也很多 是是是 虽然故事当中 阿海一直不断的展现他的主角威能 但是紧密的剧情结构 伸缩自如的叙事步调 还有细腻深刻的人物关系描写 都使得秦之森这部作品呈现出很高的完成度 让人觉得主角威能只是次要 真正的重点在于角色之间的情感交流 没错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 又是一部王道作品这样的烦躁感 也不会有 而且2007年的时候 秦之森还获得了日本文化厅媒体艺术季漫画奖的首奖 并且在同年推出了同名的动画电影 这也算是小小的艺术上以及商业上的肯定 达姆说到了重点 好聊到这里呢 我们来休息片刻 广告回来之后 再一起细细体会秦之森当中真挚的情声吧 请听来自动画电影秦之森原生代的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闪开 让专业的来 ACGN的疗愈时间 待会回来 你现在听到的是 由钢琴名家阿须肯纳吉 饰演动画中的阿海所演奏的 莫扎特A小调 钢琴奏名曲K310第三乐章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李明纳卡西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作品 是描述了钢琴少年一只赖海 在他的老师阿兹也的陪伴下 逐渐成为优秀的钢琴家 并且和他的亲人朋友 一路扶持一起成长的漫画作品 秦之森 不过我刚才有没有听错 达姆你刚刚有说 这个动画版秦之森 竟然请到了那位世界级的钢琴家 跟指挥家阿须肯纳吉 来替剧中人物演奏钢琴 永伯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以前有阵子 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广告的 阿须肯纳吉 动画版虽然没有演到那么后面 但是漫画原作的后半部分 人会遭遇的困境也好啊 或是音乐比赛中会出现的 评审政治角力 选手心理变化 媒体效应等各方面 作者一色真人都做过很详细的考究 所以呈现出来的故事才会这么的立体哦 我想阿须肯纳吉 除了受到剧情的吸引之外 应该也对作品中所描述的 在一个顶尖钢琴家的成长过程中 会遭遇到的各种课题 有着某一种共感啦 所以才会接下这份为动画人物用钢琴配音 并且担任顾问的工作吧 嗯 没错 其实啊我们李明纳卡西这个单元 比较常跟大家一起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认识音乐嘛 但是从音乐演奏者或者是创作者的角度来看 音乐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练习跟演出 还有每一天认真的踏踏实实 好好的过生活感受生命 才有办法做出打动人心的音乐 我想啊这应该是秦之森这部作品 提供给我们的另一个看待音乐的角度哦 没错永伯 故事当中的阿海跟修平就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典型哦 阿海是穷苦人家的小孩 妈妈是在做特种行业才有办法拉拔他长大 没办法给他什么娱乐或是学才艺 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到森林里面去弹琴 但是阿海却也没有因此怨天尤人哦 老板要他洗碗他就认真洗碗 要他禁足就禁足 在学校被同学嘲笑 哈你妈在做这种工作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而当自己的妈妈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他还会拼了命的想要保护妈妈哦 嗯对对对就像是啊 我记得当阿兹也提议要让阿海出国学情的时候 阿海也是第一个反对的 因为他说妈妈没有他陪在身边是不行的 他要留在日本保护妈妈 虽然津津因素也可能是他不出国的原因啦 嗯对我觉得阿海哦就是因为他这么努力的去承担 去感受母子两人的生命 而且将这些经验内化成他自己的东西 所以才有办法弹出这么让人感动的音乐 嗯反而是修平比较 从某个角度来说比较可怜啦 他身在有钱人家 然后又被爸妈过度的保护 所以几乎没有机会让他自己去尝试犯错 虽然修平他的演奏技术是非常的完美 在日本国内的音乐比赛也是一路的过关斩将拿到第一名 但是当他要出国深造 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反而缺少自己独特的经验可以放在他的音乐里面 嗯 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经验 反而是修平他一直在担心自己的音乐 会没有办法跟阿海匹敌 他为了这件事痛苦懊恼了超久 从小学一直懊恼到高中 虽然在故事的后期 这个经验确实也成为了修平成长的契机 但我还是不免觉得 不 孩子你怎么这么钻牛角尖 快点来姐姐的怀抱 今天Mellen不在 怎么换你来帮她拔病了 我觉得阿海的女装我比较可以 我也可以 你们什么都嘛 可以 好啦 其实我也可以 刚刚是谁说的 是我说的吗 冤枉冤枉 我被你们脚本陷害了 去去去去 听歌听歌啦 好啦 请听来自秦之森原声带 肖邦的B小调钢琴奏名曲 作品编号58第四乐章 这首肖邦的钢琴奏名曲 在动画当中 是用来象征阿兹野老师的 荣耀与陨落 二十年前 那个如日中天的钢琴巨星 因为一场意外 而在一戏之间销声匿迹 这首有如 刮着狂风暴雨般的曲子 一方面显示了 阿兹野当时的卓越技术 另外一方面 也说明了年轻阿兹野 在受到左手受伤的打击之后 过着怎样的悲剧人生 确实是十分巧妙的设计 如果只看动画版的话 可能感受不太出来 但是在原作漫画中 除了阿海本身是暴风圈的中心以外 就是说很多人因为阿海 而开始卷动自己的生命 其实阿兹野他也是一个暴风中心 对啊 像是修平的爸爸 宇公杨一郎 本身也是一个享誉国际的钢琴家 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把阿兹野视为那个 无法跨越的高墙而造成阴影 当他得知销声匿迹的阿兹野 竟然受了阿海为徒 他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 不能让他的儿子修平 与阿海正面对决 这个结果反而让修平 接下来好几年都没有办法 正视自己的恐惧 修公爸爸自己也十分的懊悔 还有一个在故事的中后期 登场的狠角色 那就是在肖邦大赛 一路杀到决赛的中国籍选手庞威 一开始庞威给人的感觉 是一个霸气冷酷的高富帅王者 但其实他小时候 也是饱受生长环境的折磨 是在他看了阿兹野 全盛时期的演出影片之后 心中就认定阿兹野 就是他人生唯一的导师 才有办法一路努力到现在 后来有一幕啊 是在那个肖邦大赛的场外 庞威终于鼓起勇气 上前跟阿兹野搭话 而阿兹野也温暖的回应他 我觉得那幕真的是 很痛啊 我觉得一个 一个威风淋漓的王者 他是背负的这么多痛苦 然后最后终于 跟生命的灯塔说上了话 那幕我也超感动的 后来庞威啊 在比赛会场上的演奏 就少了原先的霸气 反而多了几分温柔 充满感谢 害得台下的听众 每个人都充满着问号 庞威你还好吗 我觉得这就回到啊 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 为什么要演奏音乐 这个问题上 我们平时听音乐 听得很高兴 但那只是在消费而已 创造的成分很少 可是一旦进入演奏 或者是创造音乐的领域 只要我们弹奏乐器的一天 就必须不断地问自己 你到底为什么要演奏音乐 你到底想要传达给听众什么东西 这种往内心深处挖掘的功课 就十分重要 否则呢 如果只是模模糊糊 浑浑噩噩的弹奏 那弹出来的音乐 也就是很平庸的啦 对吧 其实啊 不只是弹奏音乐 演奏乐器啦 做任何事情也都是一样的 用心去感受生活 并且不断地挑战自己 认清自己 而且啊 还要持续不懈地努力 那么最后 你一定可以创造出 属于你自己最动人的艺术 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 也告一个段落了 最后我们要听的歌曲是 由松夏奈旭所演唱的 情之三片尾曲 Moonshine月光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今天在 动漫我要听FB粉专 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 希望大家也能够到 我们的天空部落格 查阅节目相关的资讯 或者是给我们批评指教哦 今天的录音花絮 会在下周二上传的YouTube 欢迎大家点阅回顾 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 或者想要探听李妮们的八卦 都可以到动漫我要听 FB粉丝专页的关于 找到Google表单来投稿哦 同样欢迎来逛逛 永博跟我们各个李明的 个人FB专业 来追踪电波李明的最新动态吧 没错 快来按个赞 期待跟大家做更多互动 还有交流 最后祝福大家 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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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